我们知道比特币创始人是中本聪 那么中本聪是谁呢 我认为中本聪就是戴维 也就是BeMoney的创始人 记得2019年1月我去上海出差 顺便去上海交通大学拜访一个密码学教授 当时我问他知不知道中本聪是谁 他说中本聪就是戴维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通过代码风格判断的 而且戴维是中本聪这件事情在密码学圈子里面是公认的 我不能告诉大家这个教授的名字是什么 因为他当时提醒我说 我不能透露他的名字 因为害怕被造谣 我想说的是教授在密码学的国际影响力是很大的 举个例子 我们知道世界上第一个数字货币不是比特币 而是Ikatch Ikatch创始人叫大卫乔姆 当年教授跟大卫乔姆就在瑞士的一间办公室里面讨论数字货币 我们回到戴维 有一本书叫做过河乔 是戴维的父亲写的 看完这本书我们就能感受到戴维的一家人全是天才 而且戴维创造比特币跟 与他利给创造以太坊都是一样都是天才的作品